大悦嗨 好 这个之前呢 大悦有跟大家介绍了 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至少超过12种的个性 对吗 那今天呢 就要来帮大家针对这个相对应的时空环境来介绍 我们在这样子的时空环境里面呢 我们会展现出什么样子的个性特质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夫妻宫 我们华人啊 最厉害的就叫做望闻生意 对吗 夫妻宫指的是我们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 所拥有的我天生的价值 我对于我的感情这件事情的态度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哦 这个感情的价值观呢 还包含了我可能喜欢什么样子的类型的对象 我跟他之间有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互相对应的关系 那这个互相对应的关系呢 一般的同学有一点难理解 到底什么叫做互相对应哦 就像呢我在对一个人付出的时候 通常我们仔细的想想你所谓的付出 是不是会希望对方也能够相对应的给予我们回馈 我怎么对你我当然希望你怎么对我 这就像是啊 两个人坐在悄悄板上面 当我很用力压下去 让你可以在高高的看远方的风景的时候 我会不会希望等一下轮到我对不对 你也要用力的给他坐下去 然后让我也可以在高高的地方看看远远的风景 所以这个是感情互相对待的关系哦 好 那一般人呢很容易的去误会说 诶我的夫妻宫里面的这个人 应该是我的老公老婆啊 我的感情对象啊 同学千万不要误会 我们你手上拿得到的这一张 它其实叫做本命盘 我们一出生就带来的这样子的一张命盘 上面讲的呢 基本上都是个性态度价值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出现这一个人 出现这一个感情对象 基本上呢要注意要看的叫做运线盘哦 那运线盘呢 先前也有介绍过一些关于运线盘的介绍 像是大线啊小线啊流年啊 这一些会随着时间转动的这个叫做运线盘 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个性 我的角色扮演 这个叫做本命盘哦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当你要看实际上出现的这个人 在你的运线盘上面看这个人的时候 他一定要跟你有实质的影响的力道 你们之间是一定要有相互的实际的产生关系 他才是真的会出现在你盘上的人哦 所以即使是在运线盘上的夫妻宫 出现了这个感情对象 一定是跟你感情比较绵密的这个人 他一定会是你的老公老婆吗 不一定哦 如果我有那个小三四五六七的 也要看到底是跟哪一个比较好 夫妻宫上面的才会是那个人哦 OK老师 那这样子的话我的本命盘原本的个性态度价值 那不就没用了吗 因为我实际上出现的这个人 他是在运线盘上面出现的对吧 怎么会没有用呢 这个本命盘上面的态度价值 其实是跟着我们的 是我们这一辈子的态度 面对感情的这件事情哦 即使我经过运线 我多了很多的想法 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可能会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喜好出现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原本带出来的这个个性态度价值 即使后面有增加了很多东西进来哦 这最基本的感情上最自我 最无法抛弃掉的那一块 其实都是深深的埋在你的心里面哦 你有没有把它展现出来 把它拿来运用而已哦 那么我们接着要来帮大家介绍 当你的这个夫妻宫上面出现了什么心耀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样子的角色去扮演这个宫位哦 首先当你发现你的夫妻宫上面有出现紫微星的时候 紫微星我们会赋予它一个叫做皇帝的角色对吧 皇帝开玩笑这么尊贵的这么有地位的 所以当我的夫妻宫上面有出现紫微星的时候呢 这一个尊贵的态度 我是不是会希望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至少要尊重我的人 对不对 那我喜欢的这个对象呢 至少他也要有才能啊有才华啊 他至少要有个身份地位的这样子的状态的对象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哦 如果真的有一个这么地位崇高的能力这么强的人哦 你遇到他到底是他贵还是你贵哦 这两个字他贵还是你贵 他贵还是你贵哦 这个是呢 紫微这个地心出现在感情公位上面 比较容易出现的状况哦 好吧那也就是说呢 对于感情的这件事情 当有紫微星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一个自尊的地方 我们一个比较浮华的梦想哦 能不能做得到 有机会 但辛苦一点点哦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天府心 天府心呢 我们会给他对应一个大概是像是王爷一样 非常有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个性哦 那么王爷嘛 我最重要的是我要掌握有我手上的那个权利对吧 基本上呢 有天府心的啊 在个性上面都比较务实哦 他能够掌握住所有他能够控制的地方 所以当放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我一定要能够好好的掌握住我的我所拥有的感情 对吗 那么他一定只有掌握一份感情吗 不一定哦 如果我有办法掌握很多感情 那就是我个人的能力了对吗 但是天府心在夫妻宫的状况呢 通常他对他自己的感情状态 头可以掌握的还算不错 当然他也会希望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对象哦 第三个我们要介绍的是天机心哦 天机心呢 算是一个比较变动一点的心药哦 但是呢 我们华人的传统都会希望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面 不要有太大的变动 所以呢 这样子传承下来呢 通常天机心在夫妻宫上面都也会被写的不太OK哦 这个会变动的状况 对应古时候的情形 天机心 天机心这颗心呢 是属于比较变动一点的状态的心药哦 所以当他放在感情相关宫位上面啊 同时也会比较有变动的状况 所以古时候的人都不喜欢像感情有这样子变动的情形嘛 那华人的社会 传统社会来看呢 我要稳定的感情 是不是对女孩子来说有一些辛苦 如果我遇到那种会有言语暴力的 会打你的 可是我要稳定啊 那我的选择是什么 我隐忍对吗 我离不开 我不行 因为我不能有太大变动 我不能离婚 是不是很辛苦哦 其实说真的要两情相悦 长相失守 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这个结局也要是很开心的两个人 好好的相互失守在一起嘛 那我如果遇到不对的人 我是不是放手会好一些 不管对我来说 对对方来说 都是一件比较完美的状况哦 所以就是这个天机心 他可以接受像这样子的状况 才会在古人认为是一个不好的 他有很多变动的心药 不要这样子想他 他只是可以接受 因为我善良 我们两个既然不合适了 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做行李 互相沟通了 那么我就放你走吧 你心不在我身上 我就让你离开吧 因为我善良 所以我变了哦 这个是天机心 他可以接受的状况哦 但是这一个变动 如果呢 你们是在如胶士气 很好的情形之下 或许他这个变动 是可以带你去 各式各样不同方式 他可以带你进行各式各样 不同方式的约会形式哦 是不是还不错呢 好 下一颗我们要介绍的是 天良心 天良心呢 我们赋予给他的是一个 成熟的老人的样子 状态的心药哦 所以呢 当这样子有一个成熟的心灵 在你的感情相关公会上的时候 我在对待我的感情态度上面 一定是相对的成熟哦 我会有那一种照顾你的心态 当然我也会希望能够遇到一个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成熟的 这样子的对象哦 那天良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是拥有照顾 我喜欢成熟的灵魂 所以当我在挑选对象 我喜欢的对象呢 基本上也会挑选 那个可以比我年长一些的哦 但是你知道吗 男生跟女生 他们的心智年龄是不一样的哦 男孩子要挑年长的对象 基本上超过三岁的女生就叫年长哦 女孩子要挑年长的对象 基本上可能要至少十岁才叫做年长哦 这个是属于天良心的部分 PS哦 有些人可能觉得天良心哦 少了点浪漫跟激情的成分哦 但没有关系 你可以得到满满的被照顾哦 其实也还不错哦 下一颗天童心 天童心呢 大部分的人都把它当作是个小孩 对吗 但是其实天童心 他就是拥有一个赤子之心的心药 我不在乎 我不在意 我好相处 所以有天童心在你的 夫妻相 有天童心在你的感情相关 宫位上面的时候 我对于感情的这个对象 我自然会希望 这一个人可以跟我一样 好相处 随和 另外 因为天童心在夫妻宫的时候 命宫一定会是太阳心 所以其实有天童心在夫妻宫的人啊 他对另外一半 一样都会很照顾哦 好啦 那我当然也会希望 我也能够遇到一个 能够等同照顾我的人 对吧 那么天童心 他本身呢 也是一个博学的心药 所以我对于这个对象的挑选呢 如果他也可以很博学 很聪明 很有才华 那么就Bird Bound了 对吗 PS 其实天童心在夫妻宫的时候呢 对于我的对象的挑选哦 一样跟天良心有雷同的地方 只是说 因为我喜欢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 有时候呢 我在挑选对象的时候 会挑这个年纪 可能比我年轻一点的哦 这个一样分男女的哦 男孩子如果要比挑选 比较年纪轻的女孩子 通常都会挑到小个十岁哦 这真是好 小十岁的女性 那如果是女孩子呢 要挑选比自己年龄小的哦 基本上呢 小三岁就已经小很多了哦 一样的 男孩子的心智年龄 都稍微比较慢熟一点哦 一样的女孩子 一样的女孩子 你什么时候 母带来说 为了 若婶 我 最后一样的男孩